68 中國新聞社,粉青夜集教育部抗議台當局修正台獨課綱 2015年7月18日台灣新聞中新網7月18日電據台灣中央社報導 台灣課綱微調風波不斷 17日晚間6位罕為教育中學聯機學生翻過台教育部圍場噴漆 很快就被警察帶走 6位學生5男1女,17日晚間9時35分左右 翻過台教育部圍場,在建築物外牆壁上用噴漆圍儀先製作好的模具 噴上反洗腦、洗腦部等文字 圍場外也有5、6人手舉標語、高喊拒絕黑箱火綱等口號 並接受媒體採訪 警察很快就阻止返入圍場的6位學生 並一一帶上警備車 過程中稍有推斜 但沒有進一步衝突 抗議學生表示 他們大都市初三應屆畢業生 覺得這一波課綱微調內容偏頗 不是那麼客觀 因此以行動表達撤回課綱的訴求 並說如果教育部長吳思華沒有具體回應 不排除會有更大規模的活動 學生闖入噴漆到被警察帶走 前後歷時約3、4分鐘 蹲遷後 層 flare喘 睿 아빠 睿